102 特殊造型实体 好,那这一题呢,我们先画出这个圆 圆的半径是50 所以这里呢,点选草汇 好,点选from面 按草汇 好,那我们点选圆 好,那圆的半径是50 所以我们这边点法相重新标一次 50 好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画这条线 这条呢,到这边的距离是35 所以这里画一条线 好,水平 好,然后这里 到这边的距离是35 好,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画这一条 这一条这边要相切 然后这里到这边是10 好,然后这边到这里的距离是70 所以点选直线 好,点一下 拉过来 要相切 好,那这里呢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为10 好,这里到这边的距离为70 好,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 有一个弧 这边要相切到这个点 好,那这里呢 圆弧 点一下 好,点它 好,这边相切 好,然后呢 这边半径是30 好,我们先把那个平面显示拿掉 OK OK 好,完毕之后呢 来这边 画这个弧 弧这边 从这里画到这里 来点选圆弧 在这个线上移到这里 好,点一下 好,这边呢 这个点到这里的距离呢 是7 这里是7 然后这个到这边的距离是61 61 好,然后呢 这边 这里到这里是60 好,然后圆弧的半径是70 完毕之后呢 我们选用分割 将这些点 把它做一次分割 这点 那 这个部分 要延伸过来 所以这里 这里跑掉了 这里是61 61 OK 好 来,一样 用分割 把它切掉 好 然后 选取这些线 好,把它改成建构线 改成建构线之后呢 直接按确定 Ctrl D 好,引申厚度为10 好,确定 然后这边呢 分别要做导圆角8跟导圆角15 好 好 那完毕之后呢 啊,这边啊,我们要给一个做标系 我们采用这个就好 然后Y轴要朝下 Y轴要朝下 所以以S轴旋转180度就可以了 Y轴就会朝下 好,这里确定 好 所以Y轴朝下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分析的质量属性 选择CSO这个 好,Y轴坐标是这个 好,然后第二个呢 面积为何 这边的面积 面积是去是这个 好 第三个呢 改变尺寸 好,来 这里呢 好会编辑定义 好 来,我们来看这一个 H1改成12 这里 12 12 H2改成60 H2 H2 改成60 好 V1改成8 V1 这里改成8 V2改成40 V2 这边改成40 V3改成55 V4改成72 好 好 R1改成52 R1 R1改成52 X2 X2改成52 R1改成52 REALLY X2改成52 X2改成52 X3改成52 X6改成55 3改25 R3这里 好 那这里呢Y的坐标近视值 所以一样质量属性 选CSO Y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剖面线区域A外围的周长 啊 所以选他之后 周长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体积为何 体积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是102体